电视剧《哭骂俏妈》正在我们东方卫视热播 李光杰自然贴切的表演是引来了赞生一片 戏里大男子主义的表演更是为了他戴上了一顶直男矮的帽子 不知道他对于这个称呼自己是否认同呢 我不答应 我决定了 今天晚上我要跟范黎结婚 我基本上可以戴 但是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尊重女性的 倒不是说这种大男子主义 并不是说就一味地不听取女性的一些意见或者想法 尊重女性听取女性意见 然而在电视剧《哭骂俏妈》中首次见任总策划的李光杰 就对女主角佟丽娅强人所难了一回 反正你又要演一歌手嘛 要在这个演出要唱歌嘛 他说好好好 结果最后这首歌用到片头了 就觉得你是在坑我 李光杰说了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可没有暖男二字 对因为我觉得暖男都是形容那种不是特别帅的 就没别的夸赞了嘛 就说你是暖男 真不知道远到金秀贤黎敏浩尽到李峰 马天宇等一众以暖男自居的同学们听闻此言作和感受 我应该算帅哥 以后发明一个词叫暖帅哥 李大帅的自信不仅来自于相貌 还来自于他对自身品味的笃性 比如在破洞牛仔裤里穿上一条黑色的秋裤 一个破洞的裤子 然后里边穿了一条黑色的秋裤 纽约全这么穿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时尚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足够自信的话 你穿成什么样其实都都OK 娱乐新天地 你喜欢就好 上海采访不到 多了一个星辰虎叫暖帅哥 听这词就感觉自己挺热的